大家好 我是云飞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带来今天首发的新品 小米40系列的开箱体验视频 来个点赞关注 那我们开始 现在来到了小米之家 然后三个颜色都齐了 我们现在马上开箱 我们先开这个粉色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它标配的一个套 标配的套子是这种灰色的硅胶套 哇 这个手感真的挺好的 好小 这个手感可以的 就这么大的 和我的小米13OSio对比一下 13OSio是大这么多 好 先开个机 和一往不一样 是顶部它没有任何的开口 但说实话 铝合金的中框 还是没有不锈钢的中框 这个质感好 而且感觉 这是底部 HyperOS 然后它标配的是90瓦的充电器 Echo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开机之后 是什么样一个逻辑 至目前为止是感觉 和MIUI是一样的 好 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动画 这就是刚才发布会上说的 实时显示各种设备 在那边它就会有一个操作 我在这边再点击一下 是否接受它的投屏请求 我们点击遥控器 然后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这个等我的手机到了 再跟大家详细的进行测 我家里也有不少的这种设备 看看它到底连接是一个什么样子 然后拍照 待会给大家测试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它整机的一个外观 这个手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现在把其他的颜色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黑色其实也还不错 黑色的手感 它这个黑色是一个磨砂的处理 就拿到手上 其实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冰冰凉凉的 其实这个黑色也非常不错 白色是一个镜面玻璃 我反而觉得黑色的手感挺不错的 然后这是白色的 白色就是这种陶瓷 然后玻璃的这种感觉 好像黑色的也不错 黑色有一个明显的优势 就是它不会有指纹 这点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白色的话 其实有指纹的 但是现在这个光不太看得到 好 待会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你喜欢哪种颜色 好 大家可以先这样简单的看一下 看看你喜欢哪种颜色 虽然我挺想要白色的 但是黑色这种实际的感觉 好像挺好的 我比较喜欢它背部这个触感 大家感受一下 然后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觉出来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台手机的外观 你看看你会更喜欢哪一款呢 然后这是它们的背部 这是它们侧面的按键 这一块是它们背后的摄像头模组的凸起情况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背后镜头的一个分布情况 这是素皮板的一个纹理 这个是按键 然后这是大家关心的镜头模块那个阶梯的细节 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你们喜不喜欢 然后就是各个颜色的一个背面 这是黑色的 这是白色 这是粉色 这是它正面显示的一个情况 现在是它的边框的一个表现 在我点击相机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啊 它这里有一个新的功能 叫做帮拍 两个手机在同时进入之后 你们看这个非常流畅啊 直接这里我们点击拍照 它就拍了 然后它这个照片是同时存在于两台手机上的 哇这个功能 暂时虽然没想到怎么用 但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它这个速度的话 是取决于这个WiFi的质量啊 它是需要传输的 它并不能连拍 大概就这么个速度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然后导演模式 它这上面也有导演模式 好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14和14pro的一个拍照的表现 我将拿它们来和13outro做对比 好那我们开始 在拍照方面 主摄肯定是打不过小米14outro的 在细节上还是小米14outro更牛逼一点 但是在色调上 小米14有的时候会更好一些 大家可以对比看一看 不光在室内灯光环境下有 在室外我也拍摄了一些样片 大家接着看 在室外环境下 我个人感觉貌似是因为 8跟3的这个算力会更牛逼一点 所以 米14在夜景上面反倒这个表现 会比13outro稍微好上那么一丢丢 然后就是这次米14的这个浮动长焦了 在同一个焦段下 米14可以拍摄到这样的微距画面 而小米14outro只能拍摄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所以说 小米14outro感觉有点亏了呀 因为今天是在文化工小米之家 我对这附近并不熟悉 所以这个场景 场景上的选择就比较随意了 大家主要看它一个细节上 和它观感上的一个对比就好了 这个是小米14pro 然后下面这一个是小米14 现在都是他们的4K60帧的一个视频的表现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大家简单看一下它这个画质啊 在夜晚的画质 然后我们往里走 我就是正常走的 没有加任何的这个稳定器之类的东西啊 这个是小米14pro 这个是小米14 现在是他们的前色4K60帧的一个画质表现情况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表现 然后符不符合你们的预期 现在是在室内一个灯光的环境下 我现在到室外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4K60帧哎 这是连小米13auto都没有的 我靠啊 标准版这个确实是非常可以的啊 然后我到后外面的 然后我们到外面 可以看到 我在这里可以明显的看到 它这个画质是明显降低了一个档次 然后有非常多的噪点 然后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区别啊 在城市的夜晚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这是暗光的一个表现 好 我现在再次进入室内 呃 这个时间有点晚了 我今天是只能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呃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们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点个赞 投个币哟 到了室内这个画质 明显就感觉就好了很多啊 我是鱼飞 先关注一波呗 下一波详细体验一更新 马上就推送给你 手表的前期测评已经发布了 可以去看一下 求个点赞 投币 支持 那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